这期来讲一下这个龟下soe啊 隔壁工坊 包装是挺不错的 这个龟下soe我之前也喝过 都是一个私人的一个 红杯师 然后送给我的 喝起来也是 感觉就是很清新很舒服 我关注才叫 看一下方法再录视频 有时候有什么三个应该都是可以的 我们试一把怎么做看一些情况 其实作为龟下拿来做意识还是挺荡废的 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是龟下 这价格我觉得 有点古怪 一磅90多块钱 我觉得还是应该可能是混了别的豆子进去 不但只吃回一下 能装酸度的油脂超过这种情况 用这个勺子搅一下 里面的情况如何 香气还是有的 就是那种淡淡的 莓果的香气还是会有的 但我实在是喝不出有任何就是说回家的那种应该有的香气 就是比较正常的中红豆的水平 估计是粉调细了 调材细了 这个出现了一个细节性的萤幕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要么是粉细的 要么就是粉太多了 才会出现这种 女娃补贴的形象 这个情况很好解决了 不用用手抠 只能用手柄 对回去拧两下 就下来了 还是很乖的 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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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d 那么 好 好 看一下拿铁的表现如何 拿铁很甜啊 而且它的风味非常的清晰 就是花香味 有淡淡的花香味啊 还是挺挺好喝的 甜感至少非常好吃 那这个如果做成那个冰拿铁应该也会好喝 日拿铁限制了它的发挥啊 应该做冰拿铁 那行啦 睡个肚子